自己當主持人 好 各位記者先生女士大家好 還有貴賓大家好 還有我們這一部戲的演藝人員都到齊了 謝謝大家今天蒂臨 我們今天小水珠心靈之禮 跟喜德機械起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還有二階堂硬化事業有限公司 我們三家公司聯合舉辦的這個記者會 為什麼要舉辦這個記者會 因為如果沒有趕快舉辦的話 我怕我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我的身體已經不容許了 已經做了14年了 也已經快撐不住了 所以我開這個記者會 就是要告訴這些新的藝人 你們要接後面 你們接後面的話不要擔心胡董在 我不在胡董還在 今天是11月25號 小水珠心靈之旅的記者會 那前半段的記者會 我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小水珠心靈之旅這14年 到底做了哪些事 本來今天記者會是康康要幫我主持 後來我跟他講 我沒有那個經費 所以這個經費由我自己來主持自己賺 好 今天感謝新竹市政府 曹永明 新竹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 撤進會 曹永明來 先來講幾句話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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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的周嘉莉 周姐還有我們的胡董 以及我們所有還有我們的 教育處的副處長 以及所有我們 爵取的一個演員級工作團隊 還有各位媒體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非常的有興奮 我們的小水珠 感恩自己這個 周姐 他願意在我們新竹市 把他第三部的 絕席 這個影片 來在我們新竹市播放 那我們高市長那時候 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也特別的 交換我們這邊來幫 後續有一些相關的 介紹地啊 還有就是我們播放的部分 都說請我們群力來協助 那這個反酒駕跟反八年刑警 就是地方的一個政策 那這個影片其實我也看過 其實自己也有一些感觸 確實對於我們未來在 一些民眾或是一些學生 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對我們都非常有幫助 就是我們的 胡大哥 那這個戲裡面 我們都 市長也有看過 那他也說 在這個部分都全力的來協助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有機會 那市政府能夠繼續的來 在公益的部分 來做更多的努力 也希望我們州里這邊 有什麼事情 需要我們市政府來協助 都不用客氣 那也預祝今天下午 我們的一個首應會 在新竹市能夠順利圓滿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您再來介紹我們教育局 這是我們的教育局的 副署長 張品山副署長 來來來來 市長 市長 謝謝市長 好 因為那個警察局 他們現在今天很忙 我開這個記者會說真的 不是時候 但是也是時候 為什麼 我希望跟政治是撇開的 因為今天早中晚有人在造市 那有一個市長就要去故莊 要去故莊 所以我們用這個比較輕鬆的 態度來舉辦這個記者會 來 現在我要來告訴大家 今天這一部電影 我們胡同就是我們的財大 所以等一下六點半的時候 請大家到貴藝廳去看 首先我要講的就是 我是周嘉莉演的詩 從九歲我就開始從事演藝工作 現在已經六十幾歲了 六十幾歲了 那我做工藝已經十四年 如果你們有看過那個犀利人妻 我就是演水堂的婆婆 溫生好的媽 自從那一部電影之後 那個偶像劇之後 我就退休了 我為什麼要退休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童年 我從小的時候 我爸媽就一直叫我唱歌賺錢 那我就一直在這個錢 這一方面打賺 所以後來我媽媽就跟我講 你要去演藝圈 記得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搞清楚 三件事情 第一不能碰毒 第二不能騙人 因為騙人會習慣 善意的騙人可以 還有第三是我忠 我這個忠職 就是我的初衷 也是我的決定 我的做人 就是我媽說的 做人一定要錢清楚 人就清楚 人要清楚 錢一定要清楚 所以我就是因為錢清楚 所以我才做了十四年 在這邊要感謝土地銀行行善團 也跟著我這個團體捐了 我們共同捐了八部的救護車 那麼最近又要捐兩部到 這個福里基督教醫院 這是我們共同 最近要努力的 那麼現在 我為什麼會有這個團體 叫小水豬心靈之旅 這個小字是因為我妹妹 我爸媽不在了 我妹妹就是我的靠山 所以我取我妹妹的名字 小字在前面 水豬是誰 每一個人都有過程 我的人生過程很辛苦 但是我也沒有先生 為什麼 那就是離婚了 那離婚之後 我要養小孩怎麼辦 我又要打官司 而且我打的是國際官司 我家的是法國大西地 我為什麼要講這麼清楚 我是希望以後我走的時候 大家在電視上不要亂講話 要講我今天講的話才是真的 那在打官司的時候 有一對夫妻 在我十一個月的時候 幫我養女兒 養到大學畢業 一個叫張水根 一個叫張明珠 所以我用他們的名字 叫小水豬心靈之旅 成立的這個團體 成立的這個團體是要幹嘛 是要報答這對夫妻 心裡想說我沒錢報答你 那我叫歌星來唱歌給老人家聽 因為我爸媽很有愛心 然後我心裡想 他叫老人家來唱歌給老人家聽 我就去找一些同事 歌星朋友跟我一起 然後去老人院唱歌給老人家聽 唱給老人家聽 老人家看到我們他們都認識 因為為什麼他們的年紀都跟我們差不多 所以我找的幾乎都是資深藝人 然後他看到資深藝人就很高興說 喔這個我認識 所以這樣子一直唱唱唱唱到 老人院榮明之家仁愛之家 還有這個大同之家 反正老人院你都看過我的足跡 我現在已經演了快四百場 十四年快要四百場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到底做了哪些事 因為我帶的這些藝人都很低調的做 今天會開這個記者會是要告訴大家 我這些藝人應該把他們扶上檯面 因為一直都沒有跟他們 跟他們跟他們在記者上 在報紙上講跟記者講 也沒有幫他們開一場記者會 所以今天的前半段 我是為小水珠心靈之旅 而開了這一場演唱這個記者會 好 那麼現在我就告訴你們 我為什麼做了這麼多的這個 做了這麼多的公益 來 首先 這一個這兩個夫妻 是幫我養小孩養到大學畢業 我一毛錢都沒有花 這個是我要感謝的這對夫妻 然後中間這個阿嬤 一百多歲 這個阿嬤跟我講 你愛去唱歌 你不要退休 你愛去唱歌 讓老人聽 這些老人才會快樂 因為這些老人 一些小孩都在賺錢 都把他放在老人家 他們很高大 你一定愛去唱歌 所以這個阿嬤現在一百多歲還在 這三個人 他們年紀都不小了 但是他們為什麼能夠活這麼久 為什麼能夠這麼快樂 是因為他們有一份善心 他們為台灣做了很多的公益 我媽媽是幼稚園的老師 院長 你知道嗎 我在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跟著國語日報 在偏鄉裡面送物資 我媽媽每次看到我去做這一件事情 她就趕快買一些文具 讓我抬到偏鄉給孩子 那國語日報對我不錯 每次都給我五千塊 我當場就把五千塊給捐了 因為我來 我不是為了那個錢 我來就是為了替社會盡一點力 好 再來 來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 這些老人家 他在床上 他們都在那邊哀哀叫 喔 哪裡痛哪裡痛 我跟他們講 院長把他們推到現場來 讓他們在現場叫 我就願意 我就告訴他 你如果痛你再告訴我 我再把你推到房間去 這個都是我唱給老人家聽的 好 再來 這些也都是老人家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老人家多可憐 他們抱的不是真的小孩耶 他們抱的都是假的娃娃 我們去我們都會去抱他 然後他們看到我們都很高興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都是老人院 然後那個都是在病房上 我把他推出來的 這個全部都是我走過 我走過了將近四百場 好 長輩越來越多 好 再來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育幼院 我照顧老的 到後來他們跟我講 周嘉莉你也要照顧小的 因為這些孤兒院的孩子 被霸凌被性侵 還有爸爸媽媽吸毒 被關進去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那孩子看到王燦看到王中平 每個都搶著要給他們抱抱 這兩個 這兩個不是王燦的兒子女兒 那個是孤兒院的 還沒結婚嘛 好 然後再來 王中平去陪他們唱歌 我帶他們到那個 這次帶去哪裡玩啊 我忘記 你不是 我帶一些孤兒院的孩子去玩啊 新竹有一個運動 六福村 六福村 然後你看孩子 看到我們都要希望我們來抱 然後另外那個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孩子 那一個孩子 我抱他之後 隔天他就被領養了 現在在美國 我想他現在英文一定很棒 這個孩子 那個孩子都是我跟 這個 土地銀行去照顧的 然後這個有沒有 我們去陪他們 我為了要體驗這些孤兒院的孩子 在孤兒院怎麼生活 我跟王燦跟王中平 我們去陪他們兩天一夜 跟他們一起生活 他們喊睡我們就睡 他們喊刷牙我們就刷牙 喊吃飯我們就吃飯 去體驗他們的生活 這個是我們帶他們去去陪他們的 好 再來 來 你有看到這些 陪完孤兒院要怎麼辦 陪這些弱勢團體 身心障礙 我們去唱的時候大家都跟我講什麼 你來唱他也不認識你是歌星 也不認識你你叫什麼名字 你唱這個有什麼用 我說我不是要唱給他們 讓他們認識我們是誰 我是要讓他們快樂 我有一次把那個孩子叫上來的時候 我也在教育這些爸爸媽媽 我把孩子叫上台 他媽媽來罵我 現場六七百個人 他罵我 我生這個孩子都已經夠丟臉了 你還把他叫上台 我在台上就跟他對罵 我說你走不出來 你不能讓孩子走不出來啊 你要讓他快樂啊 我來就是要帶他快樂啊 後來他媽媽就把他的女兒 一起帶上來跟我一起跳舞 這個也是要教育 要讓走出來 因為現在台灣 什麼東西都 人家比較好吃 大家吃了一大堆東西 又晚結婚 然後生小孩又晚生 四十幾歲生 然後你吃的東西都囤積在體內 生出來的孩子 不是這邊斷了 就是那邊斷了 真的很多 我這一次去送物資 還看他那個手腳都斷了 我看到都枯萎 再來 這個是本姑娘 本姑娘颱風天 要送書包給偏鄉的孩子 結果你看 連塑膠袋都帶起來 我們都自己來 我們都自己來 你如果看到我們的歌星跟著我 好可憐啊 我們這邊這些歌星 你們現在等下看不要哭 好再來 好你看我們自己來 有沒有 連我們要 要給 給那個社區的人看 我們椅子都自己排耶 你有沒有看到 王燦自己包 然後我這個 我們自己包 有沒有 我們演藝人員自己包耶 誰說志工 我跟你講 志工喔 頭兒痠痠 尾痠 你要說像我們這樣十四年 十四年這個初衷 你看看 你看看現在 你看看這些照片 我不是騙你的 我的照片 如果十四年 要演完 我告訴你要演 差不多兩兩年才演得完 因為我照片拍的太多了 再來 好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去陪陪老人家 然後跟他 為他們吃飯 然後我們上山是這樣上 現在的山上 一戶一戶都很遠 都很遠 然後這個阿公最可憐 我們去的這個阿公 這個阿公 他可以不靠我們 他養了一堆雞 結果那個雞已經可以殺了 結果隔一 前一天 就被一些壞人 把他給搞昏了 昏迷不行 結果雞全部把他帶走了 他就沒錢了 沒錢吃飯怎麼辦 我們要送過去 然後你看 等一下 剛剛那個等一下 剛剛你看他們的床 這個我講的是真的 這是他的棉被耶 後來我叫我們的藝人 看到了之後 我們本來是送物資 後來看到這個情形之後 我請全部的藝人 整理他的房間 然後買全部新的棉被 然後還有床給他睡 再來 這一個 這個阿公 他沒辦法睡床上 他說他要這樣子才舒服 然後這邊是他的大便小便 然後這個阿公 他沒辦法到醫院 他山上自己打針 然後這個阿公看到我們 我們去唱歌給他聽 他跟我講 我們比他好兒子還孝順 唉 好啦不要講 講了我又 心情又講不下去 好再來 我以為這是假的 我以為這是沒有人的 然後他們告訴我 嘉莉姐那是有門牌的 他在對山上 我們的藝人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一戶一戶去這樣看 大家都說 周嘉莉 你做這個是在做秀 請問有人做秀做了14年 做了這麼多天嗎 再來 好 我這個是捐車 非常感謝土地銀行行善團 他看到我的座 我在座的第二年 他來他本來要試試看 土地銀行對錢是很 很重視的 而且他們對錢是很 很精的 土地銀行不是 不是國家捐喔 是那些行員 行員在那邊存錢的行員 他們用了一個群組 每個月五千一百這樣子集資 然後我們捐了八部車 我們捐了跟土地銀行 土地銀行他們捐車 那我呢我們的志工 還有我們的那個粉絲 一起捐 然後捐完了 我們還會去表演 給這些老人家看 所以我們已經捐了八部 現在還在準備兩部 來 兩部一部要開 醫生上山去看病 一部是要帶病人下來 這個開刀的 來 再來 然後現在這是什麼 這是最近 疫情過後 疫情過後 有一些阿公阿嬤都被 兒子女兒拋棄了 因為兒子女兒他們也賺不到錢 他們到台北也賺不到錢 結果呢 那些老人家七十幾歲八十幾歲 自己煮飯 煮到灰修處 差一點把全村都給燒了 後來里長跟村長就講 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乾脆把他們瓦斯全部搬掉 讓他們弄一個共用的餐 就是待用餐 有人捐 然後大家去這邊吃飯 如果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的人 我們社工送到他家 所以這些老人家都在等吃飯 這個是我們捐去的水餃跟這個麵 在這邊我先停一下 這一次我到山上剛回來 21天剛回來 是王中平跟王燦陪我上去的 那突然間接到了康康給我一個解訊 他說阿姐 你在上物資 我捐七千包的麵給你捐 我說寫你的名字 他寫給我 他說阿姐 寫你的名字跟寫我的名字是一樣的 你不要寫康康就寫周嘉莉 因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所以康康這次捐了七千包的麵 那我們總共捐了一箱米兩千塊 我總共幾百包 我也忘了 捐到人都忘了 來 再來 好 這個就是代用餐 這個米都是我們捐的 然後代用餐就是給他們營養餐 有沒有 有菜有肉有滷蛋還有這樣子 一人這樣子一份 給他們排隊 那排隊有的人要穿這樣子來 才會領的才認 要不然別人隨便的人都來領 所以給他們一件衣服 認他們的衣服 再來 再來 後面是什麼 我到偏鄉去 我看到一個小朋友背了一個書包 那個書包是不是有繳 那個書有繳對不對 那個書有繳 然後書包就會破掉 那個阿嬤就一直縫 一直縫縫 縫到那個書包像王寶川在用了 後來我就心裡想 孩子還小 你們要給偏鄉的孩子也有一個聖誕節快樂 因為我們去大概都是11月 所以我就開始 募這個書包 今年 今年那個學生 每個學生裡面 每個學生裡面都有一張紙 一張紙就是誰捐的書包 五百塊裡面還有文具 那又碰到了我們這個方济威 方济威有一個國際粉絲團 粉絲團都是英文名字 然後他們捐了大概兩百多個 謝謝方济威 裡面有英文名字 學生都問我 那個阿姨這個為什麼寫英文 我們看不懂 我說我就跟老師講 老師麻煩你解釋一下 因為方济威的國際粉絲團 有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印尼 還有美國很多人捐的 所以這個就是方济威捐的書包 我們給方济威拍拍手好不好 沒有啦你的粉絲團 你的粉絲團都在嘛 捐錢的捐的都在 再來 再來為什麼 我越走越越 好像我事情越做越大 我的事業好像比起德越做越大 這個 有一天 我在老人院 還有在孤兒院 我問老人你們為什麼在這邊 兒子媳婦都吸毒關進去了 孤兒院我問阿你為什麼來這裡 爸爸媽媽都關進去了 沒有人照顧我 親戚都怕我 結果後來我聽了 我就放在腦海裡 後來有一天我在飛機上 看到這一篇報導 這一篇報導是有四個南部 比較單純的孩子 他到印尼去 他去孕毒 他本來是吸毒被騙去吸毒 後來孕毒 孕毒之後呢 被印尼判處死刑 我跟你講台灣啊 台灣是判官到死啊 這邊是判死刑啊 這四個連屍體都沒有回來 一個禮拜就槍決了 好再來 我就開始拍電影了 我拍電影好可憐 我不知道拍電影要燒錢 我一直拍一直拍 拍到後來沒錢了 我趕快把我車子 剛買沒有多久 我就賣掉了 我本來是還可以好好過日子 結果一部車就賣掉了 我就開始拍 然後拍什麼 拍反毒 然後還有禁效 我為什麼會去講到禁效 因為就是你們吸毒不孝嘛 所以我就去拍禁效 我拍了第一部戲 拍這一部戲很好笑 本來不是王燦要拍的 是另外一個男主角要拍 是導演指定要一個男主角 結果老天爺真的是倦怨我啊 要拍的時候沒有男主角 剛好王燦在旁邊 我說王燦拜託你經紀人是誰 你幫我問一下幫忙我一下 那個經紀人就那一個 站在那邊那一個 謝謝你 真的我謝謝你 然後他就來救急 王燦就來救急 他嚴我兒子被我打了十幾下 對不起 再來 這部戲來看一下預告好不好 看一下預告 這是我們的第一部 第二部是為什麼又有第二部 我心裡想拍一部 我開心的就好了 然後就帶著這一部 欸現在要講這件事 我又要感謝胡董 因為要到監獄啊 請問要到監獄 我們要到太原監獄跟那個 太原跟哪裡啊 延灣監獄 欸要有廠商來贊助啊 要不然我們住哪裡啊 我們還要車錢 我還要燈光音響 還要演藝人員這麼多人 我打電話給胡董 胡董拜託你 你這兩場你幫我贊助好不好 胡董馬上就匯錢給我 我馬上就開始跑監獄 然後跑監獄之後 我去監獄還被那些 赤龍赤鳳的罵 啊你放火燒兜啦 你放這是在放什麼火啊 欸我後來會怕呢 很兇欸 後來我電影一演完了之後 每一個人都在哭 哭了之後還會來跟我跪 跪說你若是我們老母 我一定會跟你說 啊不失禮 以後我不會怕不行 這個都是真的 我的藝人都在這邊 你都可以問的啊 這個是監獄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一場是胡董辦的 胡董我看到女子監獄 他就去了 哈哈哈哈 沒有這是開玩笑的 這是胡董辦的 女子監獄 那個也是女子監獄 欸你不要以為說 女子監獄 欸一場這樣700個人 我以為演完了 演完了我就要走了 啊典獄長說 沒有沒有沒有 周小姐 我這裡有關一千七百 八百幾個人 一千八百多個人 結果後來我就想 啊還要來再來兩次 所以有的監獄 我都去過三次 這個好來 這個胡董 欸胡董都有陪我們去 他真的還跟他媽媽 好棒喔都陪我 欸阿哥來 怎麼不見了 啊來 唱嘛 那個監獄跟我講 你進來比我找那個教授來 來宣導還有用 結果他一講完之後 啊那好 那我就心裡想 我再拍第二部好了 我拍第二部的時候 我找了十一個男 男主角沒有一個人答應我 後來我眼睛 眼睛又看到另外一個人 又是王燦 我說王燦 拜託你 要理光頭怎麼辦 我好怕他跟我開架 男主角理光頭要錢 幾十萬 他沒有啊 一毛錢也沒給 我說啊這樣把你理掉可以嗎 他說為了公益 在你活的時候 能夠為社會做一點事 我說那你再去找你的你的經紀人 那他那個經紀人我吃定他 就是他 欸我吃定他 所以我又拜託他來拍第二部 好再來 來看一下我們的預告片 好嗎 脱颖而出 就是离开毒品 你才能够重生 这一部戏 我们这个 胡董出了160万 拍手一下好不好 然后拍完了这一部戏 我又应邀 大学国中高中国小的校长 拜托我走学校 现在你们看的都是学校的场 这个都是学校的场 还有警察 警察局跟我合作的这个 这个是警察局跟我合作的 然后12月6号警察 那个彰化警察局又邀请我们这一部第三部戏去 我现在看到这个我都很难过 现在的孩子 14岁就吸毒了 我还看过嘉义有一个中普12岁就吸毒了 好 你就问我台湾监狱有几家你们也可以问我 我比你们还清楚52家 好来再来 好来你看到这些都是我去过的地方 有大学国中高中什么都有 然后还有这个警察局跟我合作的 这就是另外一个警察局跟我合作的 好再来 因为太多了 好再来 你们要说军中是不是 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到军中 指挥官告诉我 阿兵哥礼拜六礼拜天要不要休假 休假完了四五十个到卡拉OK去 卡拉OK去 你怎么知道四五十个人哪一个有带毒品 结果进去了 吃了 回到部队 礼拜天回到部队 走路就摇摇晃晃 摇摇晃晃 这个指挥官一看 怎么会这样 全部厌尿 一半以上都吸毒 我讲这个可是真的 来 我都有证据的 再来 这个人怎么这么漂亮 不是 好来 不是阿你不换阿 阿你不换我就讲我 然后这个又是另外的 光成功零我就去过很多次了 我跟你讲 这个有多少人 一千一百个人看我们 看我们的那个那个 反毒的活动 好再来 好再来 你看完对不对 你就觉得 诶那好像有哪些地方你没去 对不起 我还跟企业家拿钱 我去包戏院给大家看免费的 这是戏院 这都是看免费的 这个这么漂亮的就是我 OK 好这个包场 有没有 胡董你也包过一场 加一 对啊 好再来 来现在 我已经越远越广了 对不起 我什么都演过对不对 上个礼拜我跟王灿 跟王冲平差一点人死 在铺里公园 风一吹 我们在那边心里想 我怎么就这么坏名 晚上有钱人贪 但是为了这个社会怎么办 结果就去了 就去了 去公园也 但是现在我最近可能不会去 我也现在在选举很多人 很多那个要选举的人都跑来要讲话 要讲话人家都跟我讲 周嘉莉你扮参举厂喔 我在扮公益厂 所以我最近会休息 好再来 来 现在要给你们看走路震停 第三部电影 第三部电影 因为疫情 我募不到钱 我皮很厚 我打电话给胡董 胡董我要跟你见面 你告诉我在哪里见面 他说那你来我的庙这边见面 我一坐下去 我还没讲 他就讲 你如果要打第三支 你不要打让孩子看得会均匀 会恐怖 你爱怕你顺顺的 果不然 一些校长跟老师 还有警察局分局长都跟我讲 讲说不要拍的让孩子看得害怕 而且要拍的那个十二岁以下 都可以看的 所以胡董你第一名 你英明 你讲的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预告 来 我也要拍的 我觉得 我们来看这个预告 才能够拍的 那你还能够拍呢 大昔 一个预告 我们正在跟俄 这个预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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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